是否就可以取消掉了 會改變抽籤辦法 不過邱嫻志他昨天就指出了 台北市府的社宅政策 一手領中央補助 卻是拿來回饋給區裡居民 在地居民中籤率 居然是高達四成以上 難保不會透過另立新戶 規避無房產的條款 那就可以輕鬆的抽到社宅 在轉租獲利 他認為這樣的社宅政策 根本是土地在地居民 違背中央補助初衷 最後我們要看到的是 大學考招新制 111學年起要開始實施 教育部昨天是表示 學測將從5科6節 改為6科7節 那考試時間由原本的2天 改為3天 同時原本每年固定 在7月1號到3號 舉行的大學指考 則是改為分科測驗 考科從10科是減少為7科 那考試時間也從3天 調整為2天 在7月下旬辦理 國民黨立委李華的質詢就指出了 111學年考招新制實施之後 那你申請入學的時程 勢必就會延後 到6月底你才放榜 而分科測驗接著 在7月下旬就要舉行了 兩個升學管道的作業時間非常近 考生可能會面臨雙重準備壓力 教育部長攀問中是回覆了 為了讓高中生三年完整的學習 所以才會將申請入學的作業時程 整個是往後挪一個月 如果考生每個升學管道都要去試 那不管是現在或是以後 都會面臨多重準備的壓力 以上就這集的讀報提供給大家 好 我們來看 有誰一定在我們這邊咯 我看到的是葉子 陳寅泰 KNL 楊晨光 Kevin Wang 他說小太太一早一早就聽到NCC 是因為愚人節嗎 Are you kidding me 好沒有 我真的發聲了啦 然後Kelly Chen 他也是說 中天加油光復52台拒絕華視 還有翻滾的蘿蔔頭 他說有了第四台之後 他已經不看華視了 還有我看到的是盧林早安 還有夏天 這個是葉承偉 還有劉秀梅 劉秀梅就說了 52台換華視一樣沒收拾 但是不如還給中天 還有路過的昆信也來了 維達君 還有蘇馬系是說教育部沒救了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制度一直在改 到現在都還沒有一個完整的 還有這個Tim Lee 他是說52台是中天的 張萬鈞也是說支持中天重回52台 謝謝大家如此的支持我們中天新聞台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陪伴 好那麼接下來這節台灣大小事 我們要先看到的呢 是基隆市南榮路 在昨天下午將近4點的時候 有名駕駛因為車輛沒電 他進這個修車廠內接電 沒想到才剛接完電 那駕駛油門一踩就先往後撞到了對面的住宅 再往前衝上了中央分隔島 碰的一聲嚇壞了所有人 有輛銀色自小客車在修車廠內過完電 準備離開 但下一秒整輛車卻加速倒退路 最後衝上了中央分隔島 硬生成卡住把路住全部弄斷 而車位的板金也凹顯變形 虧損不堪 事情就發生在基隆市南榮路的347號 當時車輛沒電自小客車駕駛 開進修車廠內接電 沒想到電一接好駕駛油門一踩 整輛車先是撞到對面住戶 把擺放在外頭的花盆撞得東倒西歪 接著再往前衝卡進分隔島上 車主嚇得趕緊下車 警方事後趕低現場釐清肇事原因 所幸當時來往的車輛 都有緊急剎車停下來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否則如果追張上去 後果可是不堪設想 好 我來看到這個ND物就說了 沒人看華視 還有張誠林真說 希望大家趕快加入我們中天會員 好 非常感謝你 還有我看到了這個是郭嘉瑞BC師 他說52台無所謂 早就沒看Cable了 還有呢這是中流孰晴 也來了愛花草的Amy 也是說不看第四台了 還有汪武勝也說光復52 好 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我看到這個是可愛哈士奇 飄過的文鞋 Yippie 好 Yippie你今天也非常早就來報到了 還有呢劉秀梅奧里斯路過的小湯園 Rita Wu潘子儀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持續回來看到這起車禍意外 這是發生在昨天下午三點多 台北市北投區全沿路發生了一起 計程車卡邊坡的事故 當時計程車司機黃信駕駛呢 將車輛停在斜坡上面 正在協助乘客下車的時候 計程車卻突然向後滑動 最後是靠近了邊坡 造成了計程車駕駛 手臂及膝蓋擦傷 另一名女性乘客則是沒有大礙 那駕駛表示當時有拉起手刹車 那事故的原因究竟為何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幾天呢 一直都愛挺大家 西班部還有金馬地區 真的清晨的時候會起雾啊 結果真的誤鎖金門 從30號開始 金門的上一機場就因為濃霧 造成航班起降大受影響 許多旅客滯留到3月31號 但是沒想到 昨天天氣變得比較晴朗一些 但是航空站加班機 確實不夠 造成許多人等到了晚上 還是沒有辦法回台 旅客是群起激憤 在機場抗議 我們一起來看 金門上一機場集滿 滿滿旅客情緒激動 不斷向警方及航空站人員 表達不滿 因為從30號開始誤鎖金門 機場被大物籠罩 造成台金線空中交通大停擺 許多旅客滯留在金門 等了一天 沒想到天氣恢復晴朗 卻仍然等不到加班飛機 讓旅客情緒相當激動 群起抗議 航空站主任忙著解釋 但旅客似乎不買單 情緒更加激動 差點引發暴動 機方就怕進一步發生衝突 也在現場加派人手戒備 雖然31號整天已經加開了三個班次 但似乎供不應求 旅客大多繼續滯留 只能繼續等 就盼機場能趕緊輸運 好我們先來感謝這個是嘉明的斗內 他說請問為何這個晚報現在不能吃播了呢 好這件事情我們成班的人不太清楚 可能要等你到晚上的時段的時候 再來問問晚班的 尤其是問問這個秀芳姐 然後呢好Fishly聽說你在我讀報的時候有斗內是吧 好謝謝你喔 雖然我沒有看到 但是非常感謝你喔 然後呢我們再來點點名了 我看到這個是小黎 還有呢這個是朱秉謙 Maxia和飄過的Joe Chen 加龍林彥玲路過的裴小元 荒野狼也來了 好歡迎大家加入我們呢 我還看到小姑姬 好小姑姬 我覺得我好幾天沒有看到你了 好大家看到這個你們會想到什麼呢 這個周收假期就是清明廉價 從禮拜五就要開始放假了嗎 大家有沒有很期待呢 好清明廉價期間出遊啊 這個車草恐怕就是會暴增 高空局預估廉價第一天 國道5號會狂塞12個小時 這跟春節好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蘇花路郎呢 更是要從凌晨2點呢 一路塞到下午5點才會疏解 長達15個小時 那另外疫情指揮中心 就怕掃墓還有景點人潮爆滿 但是再次提醒民眾 八大類場所務必要戴上口罩 那北市旅遊警示燈號也會再次啟動 希望民眾出遊要避開人潮擁擠場所 清明廉價馬上就要到來 掃墓出遊車潮恐怕會把高速公路全塞爆 高空局預估國道交通量 廉價第一天可能來到122百萬車公里 是平時的1.4倍 地雷路段包括國一南向 楊梅到新竹 彰化到蒲岩 北向 原山到大華都可能大塞車 國三南向兩個路段 中午前也將走走停停 至於國五南向 南港系統到平林 預估將從凌晨4點一路塞到下午4點鐘 狂塞12小時 另外蘇花路郎可能從凌晨2點一路狂塞15小時 就怕各大旅遊景點擠滿人潮 釀成防疫破口 指揮中心也再次提醒廉價防疫措施 請大家也不要掉以輕心 所以也是要歷行我們的防疫的新生活 那八大類的處所還是要戴好口罩 為了演繹這波清明旅遊潮 北市官船局建置的台北旅遊警示燈號 也將再次啟動 通過紅燈 黃燈 綠燈 顯示北市19個熱門景點的人潮及時資訊 已經跟各縣市的地方政府 擊敗的部分要做一些管制 那交通曝光局或是相關的風景區都是維持過去的 這樣的一個總量的管理的方法 清明廉價出遊前不只要注意路況 更要隨時查詢各地人潮狀況 避免人潮擁塞場所才能安心旅遊 記者沉沉冒槽讓人SNG小組台北怎麼到 忙碌 帶走了我的光彩 就喝Jelly副眼影 小氛子膠原蛋白及膳食纖維 換出好氣色 為美麗救援 Jelly副眼影新盛世 實際炎 好 我們再來看到 這個是佳龍問說 宜琳你也有放廉價嗎 好 沒有 你們會看到滿滿的小湯圓 然後呢 好 Rolling Chew也來了 這個是蘇德良 公孫玄浪 還有呢 Y6 好 我看到大家了 還有這個是什麼 路過的流浪貓嘴咬著鮭魚 好 這又是哪位呢 是名字又改了嗎 還有復仇者聯盟也來了 楊棟 我也看到你的達哥 還有張新梯 Sunny See See To Do 然後呢 Too Long Tai 然後我再來看到 感謝張萬鈞的Donate 他說小湯辛苦了 發票中獎挺中天 大家一起努力好 非常感謝你喔 發票中獎就來Donate我們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呢 美國金融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啊 美國呢拜登政府 將發布準則 那就是延續前總統川普 取消美台交往限制的做法 就是要鼓勵美國的外交官 來會見台灣的官員 像是最近啊 帛琉總統來台 那美國駐帛琉大使 尼約翰就是罕見的隨行 就被視為是拜登政府 友台的舉動 但是啊 其實我們看到大陸方面 連續兩天啊 分別是外交部啊 以及國台辦是接力警告啊 美國千萬要謹言盛行 帛琉團訪台 疫情人當中有一個人 格外受到矚目 連總統會數人 都特別在致辭時提到他 The ambassador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joined us here today and it's very significant because really without their support in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we receive the first vaccines and we're very fortunate to b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s program of operation warp speed so it really took the partnership of these the three of us together working to make sure that this day could come 美國駐伯洛大使尼約翰 跟團訪台罕見隨行 被視為是拜登政府友台舉動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拜登更將發布準則 延續前總統川普 取消美台交往限制的做法 鼓勵美國外交官 會見台灣官員 相較於對大陸 美國展現日益強硬的立場 拜登鼓勵美國外交官 會見台灣官員 很可能被大陸視為挑釁 關於美台交往方面的問題 中方的立場是非常明確和一貫的 中方堅決反對美台之間 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我們希望美方務必高度重視 中方的關切在涉台問題上 謹言盛行 以免進一步損害中美關係 大陸外交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 隔一天 大陸國台辦也在31號的記者會上 重申立場 我們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面 一貫明確 就是堅決反對美國同中國台灣地區 進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要求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妥善地處理台灣問題 民進黨當局頑固的依美謀獨 終將失敗 國台辦記者會全程40分鐘 有三分之二聚焦美台關係 甚至點出美國國會議員 希望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位階 提升到大使層級的提議 將嚴重影響美中關係 就是全球大視野頻道 不斷地拋出 和環團溝通風向 不為外界摸頭的質疑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是邀請了公投領先人潘中正 到農委會和環團一起坐下來談 但是談了兩個小時 都沒有任何共識 真的我們那個想法都一樣 我絕對是保護藻礁 你講的規和見美 降空屋這個都是一樣的 重要的目的 我應該把你送給我的 那個珍奶藻礁那個站下來 擺在我辦公室 藻礁公投領銜人潘中正 一踏入農委會 主委陳吉仲姿態放到最軟 先握手再寒暄 就連離場都一路相送 還有號稱三件客的林非凡 也壽命前來 何穎送禮樣樣來 但30號中興大學座談中 哽咽遭質疑大打悲情牌 這回閉起門來溝通 難道又落下男兒淚了嗎 我有一個好朋友 是會獻癌剛開完刀的 中興大學老師也到論壇的 昨天的論壇來參加 所以我才會認為 這個減煤蒸氣是非常重要 好不容易坐下來談 卻是陳吉仲林非凡 不見最相關的經濟部 潘中正話也說很白 其實經濟部過去以來一直強調 關塘三階是唯一的方案 我們倒也不覺得說 找他們來跟我們溝通 就會有什麼好的訊息 所以我們請陳主委 幫我們轉達給總統 如果有機會 請總統接見我們 就怕多一道程序 最後還白費工 請他們按照我們的主文內容 公投的主文內容 把三階遷離現在的位置 其實現在中油 繼續一直做到8月28號 這是對我們國家資源的浪費 也是政府在這件事情上 沒有認真考慮後果 而繼續用我們國人不期待的方式在進行 所以我們期待陳主委幫我們轉達 一定要立刻停工 我覺得會比較有把握的是 應該極力的來建議 中油在施工的時候 不要做這樣的一個影響 實質上可以建議中油不要影響 我剛剛上訴的這兩個議題的話 等同可以來呼應我們團體朋友們 所講的這個停工的議題 我們只要開始做第二階段連署 其實已經就是定案了 就不可能撤案 潘老師的帶領底下 那到農委會我的辦公室 準備了鳳梨 環團的訴求簽止停工 建總統 總統府回應 每年都會有適當的時間和機會 跟許多環團代表們一起見面 潘中正先生從2017年後 也有三年餘會 也希望過去這樣的模式 能夠有機會延續 問的是未來 談的是過去 看似給了根軟釘子 陳其中扛下壓力 卻做不了主 只能發揮農委會主委的職責 用鳳梨交朋友 雙方對決第一回合環團 站上風 接著陳子芬 問問宣 台北報導 好 大家早安 時間來到的早上6點22分 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那目前其實台北市外頭 看起來就是這樣灰蒙蒙的 好 目前雲車量 還是比較偏多一些 我們先看到今天呢 就是4月1號星期四 也就是呢 愚人節 好 台北市目前外頭 23點9度左右 降雨機率呢20% 今天還是有可能 會下一些零星的陣雨 尤其是靠近山區的部分 我們先看到衛星雲圖 來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 基本上這幾天啊 一路到禮拜六呢 都是差不多的天氣形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清晨的時候呢 各地區還是比較涼一些 低溫大概就是20到24度左右 所以早出晚歸 真的是還是要注意保暖 多加一件博外套 但是到了中午的時候呢 這個溫度真的又變滿熱的 像是今天呢 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高溫可以來到27到29度左右 那中南部地區也會維持在32度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感受上來說 好像夏天就真的已經來爆到了 那今天全台各地 基本上還是比較偏微熱的 這樣的天氣形態 但是就是要提醒早出晚歸 還是要特別注意 再來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呢西半部地區 以及金馬地區 還是有局部起務的現象 所以用路人一定要多加注意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定量降水預報圖 我們基本上可以看到呢 今天水氣有稍微增加一些 但是都還是集中在東半部地區 所以今天東半部地區 會下一些局部短暫陣雨 那另外就是北部的山區啊 還有這個南部 中南部這邊的山區 也會下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主要呢 因為集中在午後 對流比較旺盛一些 所以山區才會下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基本上水氣又再度的減少了 只剩下東半部地區 還會有一些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基本上呢 中南部地區這幾天都是不會下雨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天氣走勢圖 那一路到禮拜六呢 都是差不多的天氣形態 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雲 那其實基本上都只有東半部地區在下雨 那到了禮拜天的時候呢 東北季風要增強了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東北季風影響的時間變長了 至少到禮拜三的時候呢 都還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呢到時候 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都會下期一些局部短暫 陣雨溫度 也會稍微下滑 大家又可以回到一個比較涼爽的天氣 但是中南部地區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好最後關鍵字 我們要來提醒大家 今天的各地一樣 天氣都是非常晴朗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那中午如果外出的話 一定要做好防曬的工作 那另外就是要提醒 今天西半部地區還有金馬呢 還是會有局部起務的現象 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一些交通資訊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 讓您出門上班上課 穿衣服有參考 謝謝大家 中天新媒體全新大平台 讓你奉向全真 4月16報名截止 詳情請上中天新聞臉書 或中天官網 或掃描這裡的QR Code 直接信上報名等你喔 好 我們再來點點名囉 我們看到這個是NORS232004 蘇建峰 葉大雄 Derek Wu也來了 還有呢 Baby Green DH Lee 莊文屏 路過中天的謝安 然後Calvin Sim 還有林旭 Quieter Lane 風無音 然後我盡量點沒有點過 林中天 好 還有誰沒有點過 周少 還有呢 這個是 還有呢 吳東如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然後見到你們 我真的蠻開心的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看到 這個華視現在是要來進駐52台了 但是啊 我們中天的行勝訴訟都還沒有打完耶 所以看到其實一切 就照著NCC的劇本走下去 全面否定中天喔 就在中天新聞台52頻道呢 被蔡政府硬生生的關掉之後 52台其實是空評 將近要四個月了 現在就是確定被華視給拿走了 但是相信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大家都還記得 NCC主委陳耀祥曾經就公開在記者會上面 他說什麼呢 給公廣集團一個機會好 是不是就已經在建議要讓華視來進駐52台 當時就其實就引起了各界嘩然啊 因為華視的虧損和新聞的產製品質啊 其實都是遭受質疑 那還有民進黨內部派系的角力 那更誇張的是啊 現在這些問題還沒有解決 就要準備上架 先上車後補票的方式啊 也顯露出NCC的難看嘴臉 在中天硬生生關掉後 52黃金頻道到底落誰家 NCC歹戲脫棚了四個月 終於不演了 我們今天准許了之後 許可之後 他要跑馬等五天之後 他就可以 華視的新聞頻道就可以上到 這15個有線電視系統 真是厲害了我的國 不意外不意外 這結果就跟當初NCC陳耀祥主委 開金口清點的一樣 不敢明目張膽的 直接讓華視補上52頻道 這出戲演了快四個月 還是照劇本走 放水也放很大 我們會透過行政指導 要求他來更改營運計劃 取起他還要好還要更好 他是要做整個新聞頻道 優質新聞的領頭養 這部分那個營運 那個重點是說 我們會行政指導要求 華視要來更改營運計劃 但是今天的這個案子 是有關於有線電視系統的 頻道上下架案的審核 審議許可案 連營運計劃都沒有變更 讓華視闖關其他再說 先上車候補票精神 發揮淋漓盡勢 特開先例不說 最爭議的財務仍是破口 更是無解 到最後 恐怕還是你我全民買單 其實這個是他的 他給我們的這一本的 申請說明書上面倒會 我剛才講過了 是在他的承諾上面 是這樣子講 那至於詳細的 我們還要再看到 他的營運計劃怎麼寫 我們的重點只是說 他的財務是不是指引 來支撐整個營運計劃的 重點是這樣子 政府裡面已經把 把那個華視當作 這個工廣集團裡面的 最佳人 最佳人選 那麼同時 他願意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包括我們的 我們每個人的稅錢 我們繳稅的錢 那麼那個 這樣的來補貼華視 來進駐52台 那麼可以想見 那麼這個就是等於是 政府在操作 所有的內宣的媒體 又是一問三不知 就要上架 新聞蛋黃區 不只洞越破越大 用來監督政府的第四圈 恐怕也將淪為 蔡政府的傳聲筒 要增加廣告收入 新媒體的收入 也要爭取公部門的奧元 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公部門的奧元 這部分可以讓我們 想清楚一點嗎 什麼叫公部門奧元 是用公帑嗎還是 公部門的奧元 這一個部分 他講到的就是可能會 像我上次講過的 他有可能會去爭取 公共電視的基金的支持 或者是文化部的支持 大概是這樣子 比較詳細的整個營運計畫 這個有的牽涉到 他們的營運秘密的話 我也不方便偷漏 文化部或是公部門奧元 這樣的話能夠做好一個新聞媒體 監督政府的角色嗎 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媒體要落實獨立專業自主 內控自律這個都要做到 回到市場競爭問題 因為他們在過去五年平均收視率 是居無線電視台四台之幕 這個是有市場競爭或是消費者 喜愛的問題嗎 好 其實華視今天就是他在 既有的基礎的營運 既有的營運的計畫的基礎上面 他有做了一些的承諾 我剛才講了 也包括他對財務的部分 智力內控的部分 怎麼來做人力的增加的部分 他已經承諾了 當然我們就是委員會是基於 這樣的審酌考量 那麼以華視作為未來 他在大內宣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麼52台 華視他本身的結構裡面 包括他的人力還有他的財力 你可以想見說 他很難支應這個未來的挑戰 但是政府認為說我只要補貼他 他就可以完成 那麼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將就 他不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有一個非常健全系統的電視台 那麼這樣一個方式來處理的話 可見NCC還是在做政治操作 沒有極限 關中天到清點華視上架 NCC不顧新聞自由 新聞專業 族操手法一次又一次跌破眾人眼鏡 這吃相未免太難看了 記者朋友的成員 S1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好我看到大家都在稱讚我們的文樂 是不是問得真的非常的犀利呢 因為我看到像是楊芸啊 就說文樂真棒 還有路過的球球 就是說文樂問得越來越犀利 還有飄過的周圈也說文樂問到他們了 所以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們的文樂 真的是非常的優秀非常的棒 但是我們回來看啊 從關中天到華視進駐啊 全盤都照著劇本演出的NCC 現在是先射箭後畫吧 那明顯政治考量獨厚華視 再一次展現我們NCC 所謂的獨立公正完全是笑話 那台藝大的廣電 廣電學系教授賴翔衛他就說了 其實華視到了52台 勢必就會大幅的增加人事開支 那萬一營收是沒有辦法 來支應這些徒證的開支 可能又會造成 現在的虧損是進一步擴大 那一般民間虧損是由股東還有董事 來蓋瓜承受 但是華視現在的經營團隊會負起責任嗎 會不會最後變成全民埋單 好這一點呢是值得我們繼續觀察 那麼一般民眾啊 對於呢華視要來進駐52台是怎麼想的 我們現在就跟著辮子妹來隨機接訪 這有點扯啊 有夠狂這樣還敢說是獨立機關嗎 我覺得有夠蝦是公平嗎 你選什麼 有夠蝦這叫公平我不信 有夠蝦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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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 我不相信 對啊 這實在夠蝦 我不信啊 狂這樣還敢說是獨立機關 有夠做華視新聞真的沒在看 華視離我們太遙遠了 你上一次看華視是什麼時候 當兵的時候 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在金門當兵的時候他有華視 有夠狂這樣還敢說是獨立機關嗎 為什麼 不覺得有點霸道一點吧 我認為他不能 因為那個是 那是公有的平台 公有的東西 他不能思想說 那五十二台給誰 我想這個是 這個可能我覺得不OK 華視也是官派的 董事長也是官派的 不是嗎 對不對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要說又安插一個人 是不是 你就多一個肥缺 對啊 就這樣子 是爸爸嗎 對 真的知道的太多了 本來就知道太多了 本來就華視也是公股的 你這樣拿下來 這個官派 董事長官派 對不對 又是你的 騎腳 看他壞領是這樣 主委說得算這樣 有夠棒 陳曉翔一定升官加絕 為什麼 是嗎 因為他當那個領頭養 對啊 這樣還敢說是獨立機構 我覺得不是 因為他說了算 因為是跟政治有一些關係 對啊 主要是這樣 因為他說了就算 要公平就是 我們不只是他一個人說就算 對嗎 NCC通過華視上架52台 你覺得呢 辯子妹自己發現 我們的選項2跟選項5 有夠蝦 有夠狂 並列第一 這兩個答案 跟你心中所想的 有沒有一樣呢 留言跟我們說 好我看到很多人都說 反正從頭到尾都在唬爛蝦扯 反正標準都是張希希她定的 她後面還放了很多蝦子的那個圖 蝦蝦蝦扯扯扯 這個是QuieterLin 封無音 好然後呢我看到 林旭也是給了我們一隻蝦子 還有呢這個是 王武勝 他說媒體是第四權 不監督執政黨的媒體 就不能稱作媒體 好然後呢我們來感謝張萬鈞再度抖內 他說今天發新加信用卡回饋 一定要挺小湯圓和中天 好非常感謝你 好張煥華我也看到你的 You Bill Joey Ho 蕭忠傑 這個是什麼 小號03 陳家何敬輝 各位好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呢 台日桌球名人夫妻 也就是江洪杰 以及呢服員矮鬧婚變之後 台日啊都非常的關注 那日媒週刊文春3月31號就爆出 當時與小愛同遊橫濱神寺 大骨祥平的27歲男子 不但是已婚喔 而且呢還欺騙小愛說自己是單身 那小愛得知之後 情緒崩潰 孩子沒有辦法帶回身邊 又被欺騙 身心憔悴 已經不知道到底還能相信誰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關注的是 今天的全球現場 我們要看到啊 針對大陸修改香港選制呢 那麼有國情布林肯 向國會認證喔 香港不再擁有高度自治 我們把時間交給若宜囉 好那麼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呢 30號是通過了香港選制的修改喔 未來呢 無論是這個特首啦 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或是這個立法會的候選人 都要通過資格審查 那麼先前呢 泛民派較佔優勢的這個立法會 地方分區 只選席次呢 也從35席大幅減少到了20席 所以呢大大衝擊到了 泛民派未來參選當選的機會 那麼北京修改香港選制的隔天呢 也就是今天美東時間的31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 隨即就公布了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 向美國國會認證香港自治的情況 不符合美國法律下特殊待遇 布林肯透過聲明是表示呢 過去一年來 大陸政府是持續破壞香港高度自治 違背其在中英聯合聲明 與香港基本法下的義務 他特別點出了大陸去年6月底 實施的港區國安法 嚴重損害了香港人民的權利 還有自由 布林肯也強調說呢 他致力於持續與美國國會 還有各國盟友的合作 要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對抗大陸政府的惡劣政策 還有行徑 那麼美國國會呢 讓相關人士為自身的這個作為 承擔來後果 那麼這個布林肯重申呢 美方會持續敦促北京 遵守國際義務承諾 他重申 美方會持續敦促北京 來這個遵守國際義務 停止破壞香港民主制度 自治還有法治 立即釋放所有被以非正義方式 拘禁的香港人民還有撤銷相關告訴 並且尊重香港所有人民的人權 好另外一個焦點要來看到 美國近期襲擊亞裔的事件頻傳 那麼29號呢 有一名男子是在這個 紐約的大街上 對這一名65歲的亞裔婦人 又揣又打 還發表了反亞裔的言論 整個過程呢 都被這個監視器給錄下來了 那麼警方是在今天的凌晨 逮捕到了這一名施暴的嫌犯 成為美國最新起反亞裔暴力事件 警方是在推特上頭發布了 這個逮捕嫌犯的消息 透露說呢 這一名施暴男子是被控仇恨犯罪 還有攻擊重罪 那麼警方呢 雖然第一時間沒有公布 這個嫌犯的姓名 不過呢 美國媒體就有報導說 這個嫌犯是現年38歲的艾略特 還有媒體報導說呢 這一名男子其實前科累累 曾經呢 在2000年的時候 因為搶劫罪被捕 在2002年的時候呢 更在自己的住家裡頭 用刀刺殺自己的母親 所以被控謀殺罪入獄 遭判終身監禁 兩年前呢 才獲准假釋 但沒有想到呢 如今又再度入獄了 根據紐約媒體報導說呢 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警方是呼籲社會大眾要協助 來辨識男子的身分 所以立刻呢 就眼尖的居民認出 這個男子呢 他其實是當地的一名街友 並且呢帶著警察到附近 有一間這個安置街友的旅社 將他逮捕了 而至於這名被害的亞裔婦人呢 則是全身傷痕累累 包括他的骨盆都骨折了 不過呢他是已經被送醫治療 警方表示呢 這名老婦人目前狀況滿穩定的 還有來看到的是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納瓦尼他去年8月的時候 從莫斯科搭飛機要前往西伯利亞的屠州 被人以神經毒素下毒 隨後呢是轉到了德國來治療 直到今年1月才搭飛機又返回莫斯科 不過隨即在機場 被俄羅斯警方以違反假釋條款 為由逮捕 俄羅斯的法官呢 上個月是判處納瓦尼兩年半的徒刑 而且不久之後呢 就把他送往了流放地來服刑 那對此呢 昨天這個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才指出了 可信情報表明呢 就是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官員 毒殺納瓦尼的 今天就立刻傳出了 遭到關押的納瓦尼是表示呢 他正在絕食抗疫 並且呢要持續到 他嚴重的背痛跟雙腿麻木的問題 獲得適當治療為止 今年44歲的納瓦尼是表示呢 他的右腿本來就有這個神經問題 麻木的這個狀況 他指控預防人員呢 拒絕給他適當的治療 只有給他吃止痛藥 卻沒有適當的診斷 那麼納瓦尼呢 今天是在他的這個 Instagram上面寫到說呢 現在他還有背痛 也導致他的左腿失去了知覺 他表示說呢 他已經發動絕食抗疫了 要求當局要遵照法律 讓醫師獲准來探視他 納瓦尼還控訴說呢 他不但沒有獲得治療 還持續遭受睡眠剝奪 等等的虐待 他在這個IG上頭還寫到 我有權要求醫師來看病 還有給我用藥 就我的狀況呢 已經讓我相當困擾了 那麼俄羅斯當局認為呢 納瓦尼是有潛逃的風險 疑似呢 是用嚴格的方式來看管他 所以納瓦尼呢 就投訴預防 這個守衛光是一個晚上 就會把他叫醒八次 就是要確保他還在牢房裡頭 好 另外要來關注到的是 這個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今天是表示 原本他們駐派在大陸的記者 沙磊是已經調派到了台灣 沙磊是聲稱最近 北京當局對BBC 展開了猛烈的文宣攻勢 甚至針對他個人 所以讓他深感危險 所以選擇離開 那麼近年來有越來越多 外媒駐大陸的媒體記者 不堪北京當局壓力稅撤點 或是改派駐其他國家 那麼沙磊跟他的妻子 是最新一批離開的外國記者 大陸和BBC近來是交惡的 那麼大陸當局先前就批評這個BBC 指控北京侵犯新疆維吾爾族 人權的報導是毫無根據的 北京上個月更是進播了 BBC世界新聞頻道 而英國的通訊管理局 也在2月撤銷了大陸環球電視網 也就是CGTN的執照 又基於這個英國人被迫認罪的影片 還有一些關於香港的報導 對CGTN除以22萬5000元英鎊 大約是880萬台幣的一個罰款 這些都讓BBC在大陸的壓力倍增 那麼這名記者沙磊 他是在2003年的時候就加入了BBC 2015年的時候被派駐到了上海 2018年前往了北京 那麼沙磊他最近接手了 BBC節目的訪問時表示 過去的幾年因為他的報導 一直受到來自北京當局的壓力 還有威脅 但近幾個月是越來越惡化了 在大陸政府控制的幾個平台上 不但BBC受到了活力全開的文權攻擊 也針對了他個人 那麼沙磊說他們受到了威脅 會被採取法律的行動 想要在拍攝東西的時候 也受到了監控阻礙跟騷擾 所以最後他還有BBC都認為 繼續在北京住下去實在太危險了 雖然要離開讓他感到很難過 而且不捨 但是他也決定要落腳在台灣了 那麼他也透露說 這個便衣警察是一路 跟著他到了機場直到他登機 那麼在北京當記者的一個冷酷現實 也充分顯現到了他在北京的最後一刻 英國外交部就表示了 對於大陸缺乏媒體自由以及這個環境 媒體的環境惡化是深感關切 將會持續和北京來商討相關的議題 那麼另外法國駐印度大使館今天是表示 法國的海軍聖女貞德戰鬥群 是已經抵達了印度洋 將會參加四月初在孟加拉灣 與這個四方安全對話這四國的聯合軍演 之後會兩度穿越南海 法國駐印度大使館的聲明說了 在法國和這個印度海軍的 長期合作的背景之下 法國海軍直升機的航艦托納爾號 跟這個蘇爾庫夫號 巡防艦組成的這個聖女貞德戰鬥群 會從這個四月一號 在印度的這個克勒拉省的科之港停泊之後 會航向孟加拉灣 參加這個由法國領導的 拉佩魯斯聯合軍演 在聲明當中指出了 這個拉佩魯斯軍演 將會從四月七號開始 聚集了有法國 印度 還有澳洲 日本和美國的海軍會一起參加 那麼這也是這個四方安全對話 所有的成員國第一次全員參加 這一項由法國主導的聯合軍演 在大陸不斷在這個東海 南海 還有中印邊境 採取挑釁的軍事行動背景之下 這一場聯合軍演備受各界矚目 拉佩魯斯的聯合軍演結束之後 印度 澳洲跟這個法國的外交部長 還將會在四月十三到十五這段期間 會在新德里舉行三邊的會談 要強化這三國的關係 來因應大陸擴張 引發這個印太局勢的一個緊張 那麼大陸和俄羅斯 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最後就在地中海舉行了聯合軍演 在這之後越來越多 歐洲的國家警惕大陸的軍事擴張活動 尤其是大陸在印太地區 採取了挑釁的軍事行動之後 法國 德國等國家就更加重視 這個印太安全的問題了 所以紛紛強化跟印度之間的 一個軍事合作 希望可以一起來對抗大陸的威脅 以上就是這一節最新的國際訊息 提供給你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第一屆中天新媒體網紅主播 選拔大賽開跑了 報名報起來 機會跟著來 好 趕快來喔 4月16號報名截止 詳請請上中天新聞臉書 或中天官網 或掃描這裡的QR Code 直接線上報名 好 我們先來感謝斗內 這個是Norah肖的斗內 她給我們一個讚 非常感謝你 還有Eric Young的斗內 你說留言不用唸 好 我就不唸了 但是我有看到你的斗內 好 非常感謝你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看呢 這個小湯圓 愛吃的義大利麵跟連霧 好 她說 怡靈我來晚了 我快哭了 好 為什麼要哭呢 你不是趕上了嗎 還有每日每月來囉 還有我看到HVV 還有余先生 龍博 林曉編都來了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那麼接下來 我們鏡頭要回到我們台灣了 好 我們現在買不到BNT疫苗 我們只有買到這個封頻最差的AZ疫苗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出了什麼問題 名嘴陳輝文就痛批 蔡政府把疫苗問題給政治化 還沒人為錯誤承擔責任 那她更點破了 其實台美簽什麼醫療合作備忘錄 根本就是假的 因為美國沒有給台灣半劑疫苗 陳輝文就炮轟 蔡政府完全不會做事 只會說謊 AZ疫苗在全世界狀況百出 但台灣就是買不到好疫苗 名嘴炮轟 全世界封頻最好的就是輝瑞 然後你輝瑞買不到 蔡政府誰要負責 還是都不用負責買不到就算了 全世界封頻最差的就是AZ 結果我們手上都是AZ 買不到好疫苗 陳時中影射大陸打壓 但立委追問他又將助答不出 名嘴先出陳時中講過的話 一肚子火 疫苗政策一塌糊塗 陳時中網路聲量不斷飆高 陳輝文諷刺 這種部長大才小用 其實我覺得網路聲量贏那麼多 應該選總統 哪有什麼網路聲量那麼高 去選雙北市長的太好笑了 那民調比總統還高 你們叫他選市長 你們到底有沒有邏輯 他很爛 爛到要死 怎麼出來選 疫苗一手好牌 北蔡政府打爛 陳輝文仲鴻 民進黨還用大內宣 把百姓當傻蛋 這個台美合作協議是假的 蕭美琴跟吳釗燮 一個在華府 一個在台北的那個什麼簽約 記者會 那都是假 那個演的 防疫聯合聲明是騙你的 經貿的MOU也是騙你的 那這個海巡的MOU也是騙你的 我們的政府不會做事只會說謊 從疫苗到外交 蔡政府含好含滿的大內宣 隨時間一一被戳破 手腳也慢慢被百姓看破 記者簡宏奇黎璇 台北報導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 新北市泰山有一名女董 30號晚間9點多 她到超商買這個特價品 認為店員的態度不好 她竟然是出手扯下對方的名牌 還嗆自己就是愛打官司 全身愛麻師 那她把影片PO網之後 引起了網友群起踏罰 女董還被起底是一家 這個車行老闆 事後她發現事態好像變得嚴重 不對勁是緊急的留言道歉 她的母親也出面來致歉 淚疏女兒喝醉了壓力大 非常抱歉 富人到超商買打折巧克力 結果雙方爆發衝突 當場扯掉店員的名牌還嗆瞎 她身穿愛麻師 還是名董事長 告你是不是 沒關係你告我 我就愛打官司 我花了一兩百萬打官司 我全身愛麻師 我哪有什麼差 因為我自己也是董事長 事發就在新北市泰山超商 原來無姓貴婦到超商 買第二件六折巧克力 但架上只剩一件 問店員 但對方忙著結帳 卻惹怒了無姓貴婦 氣得直問店員 店員則提告恐嚇 無姓貴婦第一時間PO網 遭網友出真肉搜 有人就酸她 那你的車第二件也打六折嗎 因為她在三峽開車行 做外匯車買賣 時常在臉書上IG上 高調曬精品打高爾夫球 得知出了大事 金基山文留言致歉 她媽媽得知消息 立刻替女兒滅火 媽媽我實在很心態耶 真的很不好意思 真的說很心累 我也現在正準備說 跟那個 就是跟那個老闆道歉一下 真的有時候自己做什麼事情 真的搞不清楚 事後她也是覺得說 很不能原諒自己 無姓貴婦的母親 在訪問時一度是累 表示將會去向店員致歉 也不可能告上對方 這回貴婦喝多酒後失態 媽媽幫忙收拾殘局 下回喝酒前 恐怕得在三思 記者尼尤城 吳欣倫 新北市報導 好 大家其實覺得 這樣的行為非常的離譜 因為我看到這個 路易氏就說 女懂你紅了 還有呢 有人就說一定告你喔 還有人就是幫這個 這個便利商店的員工啊 打破不平說 他真的非常的可憐 好龍伯說啊 今天沒有看到 陳豹製作人 因為他今天休假 我們大家要讓他 好好的休息喔 然後呢 還看到邱比特 張俊彥 小田 然後玉山谷天樂也來了 旅Ryan大兵哥 吳正銘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喔 那接下來我們回到這個世界 這個愛瑪士姐 背景是被棋底喔 他其實就是大鬧了一場之後 離譜的行進 他還自己PO上網路 想要討拍 討拍不成 被罵到 被嗆到要關板 然後就趕快來避風頭 那其實經歷喔 也全部被網友給肉搜其地 那儘管呢 舞女的母親 她是出面緩家說 女兒其實非常的善良 但是啊 她的前夫跟一些過來人 都是出面打臉 紛紛爆料她過往的離譜行徑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呢 又見到恐怖的吃人水溝蓋 這是發生在台中市沙路區 中山路上的補習班有非常多 那下班時間呢 其實路邊就會停滿了 準備要來接孩子下課的車輛 那其實市議員王立任31號 深夜就指出 有一名女童啊 她從補習班離開 準備要上車的時候 因為天暗了 這個視線不清楚 她沒有發現水溝蓋的破洞 一腳踩空 結果呢被刮到了這個鐵片刮傷 那傷口是長達10公分 這接下來我們再看到這個啊 也是相當離譜的行徑 由外送員就PO出了影片 送餐到高雄的中山大學 女先生出來取餐 她竟然是帶著空氣槍 那下一秒呢 有沒有看到潑猴出現了 就追著另一名女學生 要來搶食物 嚇得是趕緊丟掉餐點 落花人頭 那想要來取餐 還要左右張望 小心翼翼的 彷彿好像在演什麼 這個間諜戲嗎 畫面就是宿舍門口 一名女學生走出來 卻是小心翼翼神情緊張 慢慢走到外送員前 還不時東張西望 仔細看她 右手竟然握著一把空氣槍 下一秒 後方女學生手提便當 被兩隻猴子一路狂追 撲上前 趕緊扔掉便當落荒而逃 你們都有被搶過 我有 就是他們會從上來 然後圍住一圈 再看一次畫面 女學生取餐前 突然一群猴子圍上來 直到她手伸起來做事要鳴槍 才把猴子給趕跑 這裡是高雄中山大學 有外送員送餐 錄下這段誇張影像 取餐竟然要帶槍 還得保密房地 我們連手上拿的塑膠袋 猴子都知道有食物 手上拿泡麵好了 泡麵她也會搶 可樂 飲料可樂她也會搶 就是她會一直往你身上跳 想要跟你打架 原來好多人都遇到 不只搶便當 甚至還有人拍到猴子搶來奉 搬到校門口的機車上 大塊朵魚 我用拳頭就好了 那個樹枝也可以啊 旁邊的樹枝啊 外送員很有經驗 就怕送到這間大學 餐點被搶 這一趟就白跑了 車場裡還自備樹枝 看到學生的餐點 跟樹葉比起來 當然是餐點比較好吃 那他當然會優先選擇 比較好吃的東西 身風表示新生入學前 都有先跟學生宣導 但明豪泛蘭校園 讓學生取個餐 還得像特務一樣 拿空氣槍自保實戰 幸好累 記者松沛城馬嘉瑜高雄報導 看廣告就是支持中天 請大家多多支持 Love you 好 我們先來感謝這個飄過的 Joe Chen的斗電 他說呢 不管這個不要臉的政府 怎麼打壓 就是要挺中天 到底中天加油 好 非常感謝你 我還看到呢 三重王農藥 倉鼠鼠 Jovie Ho FOX169919 都來了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我還看到 孫可華也加入我們了 那再來我們就要看到 華視呢 為了要強化自律內控 就聘了中正傳播學系教授 羅世宏 台大新聞所教授 王太麗以及北科大制裁所副教授 江雅琪等三個人擔任外部公平人 分析三個人的背景都曾經寫文章 來幫蔡英文總統的論文掛保證 王太麗甚至因為這件事 和網友鬧上法庭 好 最後我們來看到 針對美方的人權報告 關於中天新聞被關台的事件 賴岳謙教授是相當不滿 我們一起來聽 我在政大教書 我的檔案資料政大都有 對 但是因為我是小人物 所以你要看到我的檔案資料 可以看得到 換言之也就是說 我的畢業證書 我的博士的文憑 都一定是在那個地方 因為按照規定就是你要送上去 還有你的我在法國的代表處 他們蓋的認證章都在上面 所以但是蔡英文的會找不到 這點我不太相信 因為那個資料都還在 第二個 可是那今天彭文正被辭訴了 他把它列為機密 對 我覺得沒有理由 把它列為機密 因為那個東西坦白說 也沒有什麼機密 因為政大沒有什麼機密的東西 沒有 我對於金融時報的這個習記者 他沒有任何直接的問道 然後就自己憑空杜撰 然後寫了以後中天 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譽 因為中天認為 這個是不實的報導 對 而且我們是經過司法 我們並不是用特權 用政治力 我們是經過司法 請問一下經過司法 在美國是違反人權嗎 就是因為我們經過司法 才是最符合人權不是嗎 對 而且現在是民進黨當家 民進黨執政 我們是在民進黨執政的 政府的情況下 我們提出司法訴訟 這一點違反人權嗎 然後美國竟然把這一點寫上去 你不覺得這個是 什麼樣的人權報告 這個人權報告的水平太低了 我再講第二個 我完全用論斷 科學論斷 這個人權報告裡面說 新疆的被關的 囚禁的100萬人 然後送到再教育營的 200萬人 300萬 新疆人就1270萬人 1271萬左右 請問一下 那就等於是幾個人被關一個 四分之一了 對不對 四個人就被關一個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以一戶來說 因為新疆人還是生得比較多 我們就講說 假設平均一戶是5到6個人 那他們就200多萬付 那你關了300多萬人 那等於是每一家的人都有被關 那如果說 你再講說那個成年人 20歲以上的 20到40的 總共是500多萬人 那你500多萬人 等於是你300多萬人 都被抓去關 只剩下200多萬人 在外面把把罩 其他都是老的跟小的 是這樣嗎 這個簡單的邏輯 美國你大國 你就用簡單的邏輯算一算 如果每一家都有人被關 就是200多萬付 然後已經關了300多萬人 所以是超關 所以這I家I付都有人 你隨便一問 那就一定有人說 我家人被抓去關了 如果不是的話 那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 所以我是覺得 你這個美國 還有一點更直接 你有美的 因為美國那個軍用衛星 是可以照到一厘米的距離 是的 如果你有大量的棉花施工 他不可能沒有照片 不可能沒有照片 因為他要發動 那麼大的搏輯指控對不對 對 結果你公布的衛星照片 都只有房子 沒有人在棉花廠上 工作的照片 穿制服 有人在旁邊顛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實在太奇怪了 太奇怪了 哈囉 大家早安 歡迎持續收看 去鎖定中天城堡 我是森林 好 我們先來點點名囉 我看到的是 湯姆克魯蛋 然後這個是 William Huang 老爹X8899 好 Jerry John 朱寶寶 JF想法 馬劉氏 林金桃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還有Gina郭 隨興化 Greenling 晴天批率 好 我看到 越來越多人加入 還有這個 趙劍坦 DanielYI54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中天城堡 而且呢 好 我們第二班車 就要出發 我們先看到新聞 頭條呢 好 現在 一切按照 劇本走 哪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中天 新聞台被迫關台 並且撤出 52台 其實已經將近四個月了 那NCC護航 華視上位 終於成功 昨天是通過了中家12家 及三家獨立系統台 申請由華視新聞資訊台 地補案 全台124.5萬收視戶 最快四月中旬前 可以結束空屏 那佔收視戶比大約 就是25.58% 至於台市申請 艾爾則是呢 還沒有排審 那由於中天新聞台 行政訴訟 其實都還沒有落幕 那國民黨就批評NCC 是先射箭 後畫拔 明顯政治考量 獨厚華視 在中天硬生生關掉後 52黃金頻道 到底落誰家 NCC歹戲脫捧了四個月 終於不演了 我們今天准許了之後 許可之後 他要跑馬 跑馬等五天之後 他就可以 華視的新聞頻道 就可以上到 這15個有線電視系統 這是厲害了我的國 不意外不意外 這結果就跟當初 NCC陳耀祥主委 開金口清點的一樣 不敢明目張膽的 直接讓華視 補上52頻道 這出戲 演了快四個月 還是照劇本走 放水也放很大 我們會透過行政指導 要求他來更改營運計畫 取起他還要好還要更好 他是要做整個新聞頻道 叫優質新聞的領頭養 這部分那個營運 那個重點是說 我們會行政指導要求 華視要來更改營運計畫 但是今天的這個案子 是有關於有線電視系統的 頻道上下架案的審核 審議許可案 連營運計畫都沒有變更 讓華視闖關其他再說 先上車候補票精神 發揮淋漓盡勢 特開先例不說 最爭議的財務人事破口 更是無解 到最後恐怕還是你我全民買單 其實這個是他的 他給我們的這一本的 申請說明書上面倒會 我剛才講過了 是在他的承諾上面 是這樣子講 至於詳細的 我們還要再看到 他的營運計畫怎麼寫 我們的重點只是說 他的財務是不是指引來支撐 整個營運計畫的重點是這樣子 政府裡面已經把華視當作 這個公廣集團裡面的最佳人 最佳人選 那麼同時他願意付出 非常大的代價 包括我們每個人的稅錢 我們繳稅的錢 那麼這樣的來補貼華視 來進駐52台 那麼更可以想見 那麼這個就是等於是 政府在操作 所有的內宣的媒體 又是一問三不知 就要上架新聞蛋黃區 不只洞越破越大 用來監督政府的第四圈 恐怕也將淪為 蔡政府的傳聲筒 要增加廣告收入 新媒體的收入 也要爭取公部門的奧員 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公部門的奧員 這部分可以幫我講清楚一點嗎 什麼叫公部門奧員 是用公帑嗎還是 公部門的奧員 這一個部分他講到的 就是可能會像 我上次講過的 他有可能會去爭取 公共電視的基金的支持 或者是文化部的支持 大概是這樣子 這比較詳細的 整個營運計畫 這個有的牽涉到 他們的營運秘密的話 我也不方便透露 文化部或是這些公部門 奧員這樣的話 能夠做好一個新聞媒體 監督政府的角色嗎 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媒體要落實獨立專業自主 內控自律 這個都要做到 回到市場競爭問題 因為他們在過去五年平均收視率 是居無線電視台四台之末 這個是有市場競爭 或是消費者喜愛的問題 好 其實華市今天就是他在 既有的基礎的營運 既有的營運的計畫的基礎上面 他有做了一些的承諾 我剛才講了 也包括他對財務的部分 自力內控的部分 怎麼來做人力的增加的部分 他已經承諾了 當然我們就是委員會是基於 這樣的審酌考量 那麼以華市作為未來 他在大內宣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塊 那麼52台 華市他本身的結構裡面 包括他的人力 還有他的財力 你可以想見說 他很難支應這個未來的挑戰 但是政府認為說 我只要補貼他 他就可以完成 那麼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將就 他不是一個非常完整的 有一個非常健全系統的一個電視台 那麼這樣一個方式來處理的話 可見NCC還是在做政治操作 沒有極限 關中天到清點華市上架 NCC不顧新聞自由 新聞專業 粗糙手法一次又一次 跌破眾人眼鏡 這吃相未免太難看了 記者朋友的成員 SE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所以我們持續來關注 NCC現在就是拍板 華市新聞資訊台 進駐52台 國民黨昨天就發聲明 強烈質疑NCC主委陳耀祥 在下架中天新聞台的時候 他就公然的表態 要給公廣集團一個機會 所以從關中天到華市進駐 全盤是照著劇本在演出 NCC是先射箭後話吧 明顯就是政治考量獨厚華市 再一次展現了NCC所謂的獨立公正 完全就是一個笑話 那另外台藝大廣電學系的教授 賴翔衛呢 他就說啦 這個華市到了52台 勢必就要大幅地增加 他們人士的開支 那萬一營收沒有辦法來支應這些開支 可能就會造成現有的虧損 是不斷地擴大 因為我們看到其實華市是年年虧損的 那一般民間虧損是由股東啊 以及董事來蓋瓜承受 但是華市現在的經營團隊會負起責任嗎 會不會最後變成全民買單 這一點是值得我們後續更多的觀察 那我們先不說到底華市是怎麼樣 超車成功的 現在NCC就是要求 華市未來要大幅地擴邊 那無疑就是給了民進黨 塞人進華市的正當性 過去側翼渴望成為正規軍啊 1450們更可以從網軍變身 成為媒體人在新聞社的這個 政論節目當中替蔡政府大內宣 來蓄積2022年2024年選戰的能量 另外我們也要來看到美國國務院 公布的最新年度人權報告 其實就有提到了 中天新聞關台的事件 但是報告內容竟然是片面不完整 而且偏離事實的內容 讓資深媒體人都看不下去 痛批美方的離譜說法 那媒體都沒有辦法監督政府 乾脆廢掉算了 當時金融時報這個記者 然後去告然後寫說什麼 中天都接受國台辦的指揮什麼 他就沒這回事 我那時候在這邊做了幾年 然後我做晚上八 就這個時段黃金時段 然後我們最常講賴教授 你知道常常被抹紅的賴教授 來這邊講這個兩岸議題 我從來也沒有接到電話說 這可以講那不能講 你到底是干涉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說這顯然是要報告什麼 開箱也沒有指導過 我可以講什麼不能講什麼 只有他那時候講太長的時候 我會把它剪掉 對 他們會很生氣 我從來沒有是說 國台辦的電話來了 也沒有 對 我是真的沒有 至少我從來沒有接觸過 然後你講說這叫報復行為 你就是在胡說八道 我告你有事嗎 我告你是剛好而已 今天這個蔡英文才去告了 彭文正被起訴 那是蔡英文針對彭文正 進行報復行為嗎 這就沒什麼道理 他也是要捍衛他的清白 對 所以這個邏輯就不通 你說這個 我覺得這個才被 應該被美國寫進2021人權報告裡面 中華民國的總統在告媒體 我覺得扯到別的地方去 簡單講一講 像彭文正這個論文門的事件 被檢察官起訴 這件事情就荒庞至極 我們先不講論文門是真的或假的 但基本上它是一個媒體 針對他質疑的事項 去進行追蹤 報導 然後也許第一時間掌握的證據 未必全部都能夠核實 然後在持續追蹤的過程當中 然後我們的北檢 用國家機器公權力講說 都已經講了 這個倫敦政經學院 都說都沒有了 政大都已經聘蔡英文了 你還有什麼好講 這什麼道理 你就變成說我們媒體 本來uppose就是要對執政者 對權威者 然後不斷的去追蹤 去挑戰他 也許我第一時間 沒辦法掌握到最精準的證據 但是我持續追蹤 然後假設 核實 然後錯了之後再假設 就是這樣子的過程 如果蔡英文敢用民視 去告彭文證 我還當你是 對 比較有guards 你用北檢 然後北檢的檢察官 如此之體察上意 然後去告了這樣 以後哪個媒體還會揭蔽 就不能 你只要一點點不對 然後一點點 然後沒有進展 或是說你看看哪個權威單位 就已經說了 現在是倫敦政經學院說的就算嗎 現在是政大說的就算嗎 總統府說的就算嗎 我們存在的價值 不就是要揭穿你們說的謊言嗎 那你現在拿這個東西來押我們 叫我們以後不要幹這種事情 那媒體都廢掉算了 我們再來點點名 我看到路過的Lear Wang 林少貓 亦帆 豐順 還有呢 這個是趙建坦 芳永春 陳英泰加龍 倉叔叔都還在 我有看到Eddie Chu Cherry Lee 吳成縣 蔡博春 還有呢 這個樹隆奇 麗娟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然後呢 要來感謝剛剛 達斯維達的斗內 他說呢 專政的打壓不是他們的勝利 真相的聲音被打壓 也不代表我們的死亡 而是我們會有繼續對抗的勇氣 大家說中天加油 我們與你們站在一起 並肩作戰 小湯圓加油 好 非常感謝達斯維達的斗內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關注的 是這個鳳梨的議題 好 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吧 今年3月起呢 其實大陸就是禁止台灣的鳳梨進口 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他其實3月23號 他在立法院打詢的時候 他就說了 去產地找沒有發現 大陸說的這個戒殼蟲 完全沒有發現 而且他說呢 大陸也沒有提供任何的證據 所以他說呢 大陸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子認為呢 那其實在台灣鳳梨被封殺一個月以後 其實呢 國台辦呢 他們終於是拿出了這個證據 他們就是展現這個戒殼蟲的圖來 照片來給大家看 國台辦的發言人 朱鳳蓮他就表示 其實呢 陸方通報給台灣 但是啊 台灣呢 是沒有給出任何的回覆喔 那他還說呢 出示的這28批 台灣鳳梨不合格的圖片 及通報的文件 就說了 這是莊莊漸漸 都是有據可查的 所以就是說 有評有據 沒有冤枉你們 那其實啊 陳吉仲他就指出啦 只有收到陸方 13件通報鳳梨不合格的情況 而且呢 他說國台辦公佈的這些害蟲照片 我方目前也是沒有收到的喔 他就表示喔 不希望大陸只是透過媒體在喊話 不過我們來看到 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說了什麼呢 他說啊 其實國台辦之前 也有發生過物質照片的情況 所以他說呢 你光是一張照片 是不足為憑 不夠當證據的啦 那如果呢 陸方對台灣的農產有意見 他說呢 就是歡迎你們來批評指教 但是呢 誰看不下去的 資深媒體員趙少康 他看不下去 他就大罵 當台灣的產品出現問題喔 做賣方的 我們應該是要來檢討嘛 但是我們反過來 我們並沒有檢討喔 還拼命的 要找別人來吵架 他就說啊 這樣的情況 簡直就是莫名其妙 拿著滿手資料 國台辦證明 28次通知台灣 鳳梨有蟲卻不改 農委會再反駁 次數沒這麼多 趙少康痛罵 你老找人吵架幹什麼 你要賺人家錢嘛 不是這樣嗎 那你大陸說 台灣的鳳梨有蟲 借殼蟲 台灣的態度 我們為什麼罵 你應該想說會有蟲 改善 沒有蟲就好了嘛 那你要吵架當然可以 你就說我就是不給你看 我就是沒有這個問題 你就故意找茬 可以啊 你就每天這樣跟他幹好了嘛 你被人家改一次 你就應該改正了 我就故意要記錄你 那我記錄你以後呢 以後我中國大陸最後沒辦法 那我就不能再收你的鳳梨了 不能收鳳梨就是看不起台灣人 民進黨就可以操作了 這政府的卑劣 已經讓人家匪夷首師 趙沙康舉例 就像是大陸新疆棉產值57兆台幣 2500萬人在生產 人家一被質疑有問題 馬上開大門 歡迎你來看 我坦坦坦坦坦 我怕你怎麼看呢 你再看一千遍我不怕 你說你已經看了一千遍 你再看一萬遍好了 我態度就是這樣 我不怕嘛 我今天要選舉 你來查我好了 你把我祖宗三個班才查好了 你查我的資金 你通通查 我給你查嘛 我不怕你查嘛 為什麼好怕的呢 你查過了 我知道他查過了 查過了你不能再查 他們再查就是了嘛 就當我開大門找到了 談談當的時候 我怕什麼呢 我一點都不怕嘛 日本說台灣香蕉農業超標 蔡政府把嘴閉起來 國台辦說台灣鳳梨又窮 大官矛起來批判 產品出包還找人吵架 這就是蔡政府的大官 記者簡虹起立一璇台北報導 我們先來感謝王子愛德華的斗內 他說呢 大家早安加油 主播今天穿得很有氣質 喔好非常的感謝你 然後呢 我還看到 許紅圖也來了 黃明珠 天地不容 唱林舞 還有這個是小林 小林亞軍 Henry Cho 5980路過 Martin Ang 還有呢 好這個范蒙明 King Kong 你是這樣唸嗎 我有點不會唸 Berry Ma也來了 好歡迎大家加入 我們還看到的是呂嘉義 那麼接下來我們盡頭 就是要聚焦在藻礁公投 這件事情上面 領先人潘中正昨天 是終於和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以及民進黨的副秘書長林非凡 閉門會議 那不僅就是被質疑是摸頭大會號 對於林非凡這樣意外的現身 也被外界質疑難道是不是黨政不分呢 潘中正昨天就說了 林非凡是陳吉仲所邀請的 可以幫忙轉達環團的意見給民進黨 那林非凡是說 會將相關的建議轉達給黨內相關的部門 來協助更多評估方案 所以我們持續看到 現在呢 藻礁公投連數已經突破了70萬份 民進黨政府是不是開始緊張了 不斷的拋出和環團溝通風向 那不為外界摸頭的質疑 那陳吉仲呢 也是邀請潘中正到農委會和環團 坐下來一起談 一談就是兩個小時 但是沒有共識 真的 我們那個想法都一樣 我絕對是保護藻礁 你講的規和健美 降空屋這個都是一樣的 重要的目的 我應該把你送給我的那個 在那裡藻礁那個放下來 擺在我辦公室 藻礁公投領銜人潘中正一踏入農委會 主委陳吉仲姿態放到最軟 先握手再寒暄 就連離場都一路相送 還有號稱三件客的林非凡也壽命前來 你會有哭嗎 有哽咽嗎 今天有哽咽嗎 有 合影送禮樣樣來 但30號中興大學座談中哽咽 遭質疑大打悲情牌 這回避起門來溝通 難道又落下男兒累了嗎 我有一個好朋友 是會獻癌 剛開完刀的中興大學老師 也到論壇的 昨天的論壇來參加 所以我才會認為 這一個減煤蒸氣是非常重要 好不容易坐下來談 卻是陳吉仲林非凡 不見最相關的經濟部 潘中正話也說很白 其實經濟部過去以來一直強調 觀塘三接是唯一的方案 我們倒也不覺得說 找他們來跟我們溝通 就會有什麼好的訊息 所以我們請陳主委幫我們轉達給總統 如果有機會 請總統接見我們 就怕多一道程序 最後還白費工 請他們按照我們的主文內容 公投的主文內容 把三接遷離現在的位置 其實現在中油繼續一直做到8月28號 這是對我們國家資源的浪費 也是政府在這件事情上 沒有認真考慮後果 而繼續用我們國人不期待的方式在進行 所以我們期待陳主委幫我們轉達 一定要立刻停工 我覺得會比較有把握的是 應該極力的來建議 中油在施工的時候 不要做這樣的一個影響 實質上可以建議中油不要影響 我剛剛上訴的這兩個議題的話 那等同可以來呼應 我們團體朋友們所講的 這一個停工的議題 我們只要開始做第二階段連署 其實已經就是定案了 就不可能撤案 潘老師的帶領底下 那到農委會 我的辦公室準備了鳳梨 環團的訴求簽指停工 見總統 總統府回應 每年都會有適當的時間和機會 跟許多環團代表們一起見面 潘中正先生從2017年後 也有三年餘會 也希望過去這樣的模式 能夠有機會延續 問的是未來 談的是過去 看似給了根軟釘子 陳其中扛下壓力 卻做不了主 只能發揮農委會主委的職責 用鳳梨交朋友 雙方對決 第一回合 環團 戰上風 記者陳子芬問問宣 台北報導 我們先感謝David Wang的 抖內 他說No.1 fan 好 非常感謝你 然後呢我們再來點點名好了 就看到賴明生啊 公春年 然後乃萍 杜敏 張美華 然後呢 這個余阿易 好 KL中成 國高雅 林洪熙 好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那麼接下來我們新聞焦點就要來看到 我們台日桌球界的名人夫妻江洪杰 以及服務員艾奇 他們現在婚變是鬧得沸沸揚揚 台日雙方都非常的關注 那日媒周刊文春其實呢 3月31號他們又在爆料了 當時和小愛一起同遊橫冰的這位神秘的這個男子呢 其實呢他已經結婚了 早就已經結婚了 而且還欺騙小愛說自己是單身喔 那其實他得知了媒體要採訪他 關於這個欺騙服務員艾的這件事情 他呢還特地的來聯繫服務員艾 並且跟他解釋 他說什麼呢 他說雖然已經結婚 但是和妻子已經分開了 我們現在是分居的狀態喔 只是呢對方有時候還是會來到住處 這個這裡是指住處喔 但是其實這個言論 誰會相信啊 大陸的網友就痛罵 根本就是超級渣男吧 那之前其實還傳出 他年收入1500萬日幣 就是折合新台幣 大概就是392萬元喔 但是啊其實呢 他進公司才第六年 所以這個資歷上面來說 他還是像比較淺喔 資淺的一些人 那真正的年收 應該是大約800萬日幣左右 也就是呢 新台幣209萬元 好所以呢為了節省生活費 直到兩年前 其實他都還是住在員工宿舍的喔 所以呢其實這個高收入精英的這個訊息 好像也是假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呢小愛在知道被騙了之後 她的情緒真的是瞬間崩潰了 不過呢她在日本所屬的經濟公司 揭稿前都沒有給出任何的回應 那福原愛還有江洪杰在台所屬的華言國際 也一樣沒有任何的回覆 那其實啊這個文刊呢 他們也去採訪了福原愛的朋友 就爆炒 福原愛會在四月兒子生日前夕的時候 回台灣 那到時候也會準備離婚的協議 所以我們到時候再持續的來關注 那接下來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呢 就是帛琉泡泡今天就要啟動了 但是其實還接到昨天為止 110個名額還有10個名額還沒有售出 那首發團呢 今天下午2點半就要起飛了 那旅客早上8點半的時候就要去報到 9點就會來進行採檢 那麼指揮官陳時中也會到場視察 也會派這個防疫醫師駐守機場 那旅客預計中午大概12點半之前 就會取得他們檢驗的報告 那如果有人是陽性的話就會異調 確診者還有所有的接觸者都不得出境 我們就持續來關注啊 帛琉的總統惠樹人來訪 因為他非常的愛喝台灣的珍珠奶茶 他透過了外貿協會牽線 由父親跟弟弟代表家族企業 和殖民的食品集團簽約加盟 那預計會在第一大城科羅開兩家門市 那未來會開滿10家的門市 會說的弟弟下半年還要再來台灣 做教育訓練要來學習怎麼搖珍珠奶茶 香濃牛奶加入茶裡搭配Q彈珍珠布丁 或是酸甜椰果 台灣手搖飲料口味多 珍珠奶茶更是紅遍全球 竟然還引來總統籍加盟成為外交商品 不得總統惠惠仁訪台家族企業 在外貿協會簽信下 由父親和弟弟跟台灣參飲集團 旗下連鎖首搖飲品牌簽署代理合約 從第一大城科羅掀開兩間店 未來目標10間 用珍珠奶茶PK國際品牌咖啡廳 因為喜歡喝珍奶 就把台灣手搖品牌引進帛琉 深化兩岸貿易交流 同樣有興趣的還有水產養殖業 參觀高雄永安水產養殖試驗場 學習養殖技術 前陣小港參訪造船廠 走進造價好幾億元豪華遊艇 會數人看起來很尷尬 會數人幽默說薪水不太夠 接著補充看遊艇是希望未來有機會 作為島嶼往返運輸船 觸放台灣拼經濟也要強化國內基礎建設 記得蔡武員王書宏 A3小組高雄報導 我們要來提醒各位 如果您還想知道 最到位的國際時事分析 最精準的國際趨勢解讀 請立刻訂閱全球大視野頻道 這個就是中天新開張的頻道 等於就是我們的國際頻道 請大家立刻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您可以到中天電視頻道的首頁 找到最底下的一欄頻道 精選第二個LOGO 就會是全球大視野頻道 那點擊進到我們的首頁 畫面右上方有一個訂閱按鍵 點下去再開啟小鈴鐺 就完成了訂閱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來瀏覽頻道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按讚留言 或是幫其他正面的留言通通按讚 都能夠幫助中天 解的星球給你滿滿的健康美麗良性資訊 邀請您到解的星球 專屬YouTube頻道 FB粉專 IG 訂閱按讚追蹤 解的星球上見一定要來喔 我們時間來到了早上7點25分囉 我們到我們的氣象時間 那目前台北市外頭還是有一點烏蒙蒙的感覺 但是呢其實陽光晚一點呢 就會慢慢的要露臉來跟大家打招呼囉 我們先看到今天的日期 今天就是4月1號 我們4月已經正式來囉 今天是星期四 目前台北市外頭23.9度左右 今天呢還是有可能會下雨 降雨機率是20%左右 我們先看到衛星雲圖來關心一下 其實呢這幾天的天氣狀況都是差不多的喔 都還是呢比較晴朗 比較炎熱這樣的好天氣 那清晨低溫呢 全台各地大敗都是20到24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要記得多加一件博外套之後再出門 那其實到了白天喔 尤其太陽出來了之後喔 溫度就會不斷的往上升 所以今天其實各地 普遍還是比較微熱一些喔 像是北部和東半部地區高溫 可以來到27到29度左右 中南部地區更高喔 可以來到32度 所以中南部地區要特別注意 日夜的溫差是蠻大的喔 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定量降水預報圖 來關心一下 今天基本上呢 降雨是集中在東半部地區 會下局部短暫陣雨 那另外喔 因為午後這個對流會比較旺盛一些 所以包括了北部 以及呢 中南部的山區 也都會下起一些零星的陣雨 所以還是要提醒 東半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今天外出的時候 要記得攜帶雨具 那好消息是 其實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基本上降雨都會趨緩下來了 就只剩下東半部地區 還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麼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天氣走勢圖 那今天一路到禮拜六 都是這樣子的好天氣 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人 有機會見到陽光 只有東半部地區啊 會陸陸續續下點 局部短暫陣 正宜啊 到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要等到禮拜天的時候呢 北部和東半部地區啊 天氣會稍微的轉涼 因為東北季風就增強了 而且呢 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也會開始下起一些雨來 但是目前看起來呢 中南部地區是完全 不會受到影響的 恐怕還是要這樣炎熱的天氣 會持續下去 而且目前看起來 東北季風會至少一路 影響到下禮拜三喔 所以時間是比較長一些 最後關鍵字 我們要來提醒大家的是呢 各地啊 今天都還是天氣晴朗 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另外就是中午 如果去外面買便當啊 買飯的話 要記得喔 一定要注意防曬的工作 要做好 另外最後 我們還是要提醒 西半部以及金馬地區 今天還是有局部起務的現象 用路人一定要多加注意 以上就這節氣象資訊提供給您 第一屆網紅 主播選拔大賽開跑啦 貝萱妳知道 中間新聞被吸引人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嗎 這就是我的眼睛嗎 掰掰 一小時後 參加網路主播選拔項目 或者新聞YouTuber選拔項目 選選前三名就有機會獲得兩年 包含全套專業培訓在內的工作合約 你將有機會站上 夢想大舞台 跟我們一起打卡上班 有無限機會等你開創 更有專業團隊全套培訓 把握機會立刻報名 4月16號報名截止 鄉親請上 中天新聞臉書或中天官網 或掃描這裡的QR後 直接線上報名 愛妳喔 愛妳喔 我們先來感謝斗內喔 這位是路過的昆縣 他說斗內小湯圓 可愛衣服很搭美麗 人民需要中天監督的力量 挺中天優質的節目 非常感謝你 另外呢 再來感謝的是湯采雲的斗內 也是非常感謝你喔 然後呢 我看到我們的陳豹製作人 終於是飄過來了 還有呢 我還看到Winston Chu 朱寶寶 這個是魏蜜莉 然後呢 還看到戴秀蓮 David 他是T不是D 好 6895喔 以及呢 這個是張龍 好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那麼這一集的台灣大小事 我們要先聚焦在嘉義縣的童年度假村喔 昨天深夜的時候發生的大火 由於現場有許多木造建築火 事實一發不可收拾 很快就陷入了火海 那初步評估燃燒面積有150到200平方公尺 我們把時間交給彭欣銘 好主播畫面上可以看到火勢非常猛烈 大片濃煙直竄天際 從天空中可以清楚看到橘紅色的火光 消防隊員也火速到場射水救援 嘉義縣翻路鄉的童年度假村 昨天晚上11點左右傳出火警 附近民眾表示 大火前先是聽到好幾聲爆炸聲 接著就起火燃燒 嚇得他們立刻報警求救 消防人員到場後 發現烤肉區屋頂有起火燃燒的狀況 再加上有許多木造建築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很快就陷入火海 消防隊員不敢大意 消防隊員不敢大意 進入火場搜救滅火 初步評估燃燒面積約150-200平方公尺 火勢在11點38分就被撲滅 所幸成起意外並無人傷亡 詳細的起火原因還有待調查 把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接下來鏡頭轉到台中西區公益路的巷口 昨天晚間也是發生了一起擦撞車禍 但是這兩輛轎車總價是高達了660萬多元 也讓路過的民眾都是看傻了眼 但是由於車禍的路口並沒有耗製燈 雙方疑似都是沒有注意路況才會釀貨 我們一起來看 好主播畫面上可以看到兩輛轎車在大馬路口 撞成一團 白色保時捷安全氣囊爆開 車頭全毀 而另一輛Lexus白色轎車 右側板筋也被撞凹變形 可想撞擊力道之大 我們來聽聽稍早訪問 我那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已經開過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先撞上來 我看他是沒煞車 意外發生在昨天晚上10點左右 警方接獲民眾通報 在台中市西區公正路與公益路 155巷口發生車禍 警銷隨即派員到場處理 由於路口沒有設置耗製燈 雙方車輛經過時 疑似都沒有注意車前路況 導致Lexus遭保時捷攔腰撞傷 整起車禍更造成三人輕傷 救護人員立刻將他們送一治療 由於這兩輛照車價格不費 車禍當下也讓不少路人 都看傻眼捏了一把冷汗 因為兩輛車總價高達660多萬元 保時捷新車要499萬 Lexus也要169萬 後續的維修費 恐怕不是一個小說目 詳細的肇事原因和賠償責任 還有待釐清 把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中油公司3月31號是宣布 從今天凌晨零時起 4月份國內天然氣價格 平均調漲5.98% 每度大約調漲0.43元 以家庭用戶每個月平均用量 大約30到45度來計算 每個月就會增加大約是12到19元 這也是國內天然氣連續 兩個月動漲後首次調漲 另外4月份家庭用桶裝瓦斯 價格不調整 是國內桶裝瓦斯連續4個月動漲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最近 水晴真的是亮紅燈 節約用水的呼聲響起 不過消防單位就發現 電動車一旦起火 車內大量的離電池增加了救援的難度 大火更需要20公噸的水 才能夠撲滅 那相當於一家4口半個多月的用水量 我是猛烈 消防隊員不停灑水灌救 一整排電動巴士被燒得焦黑變形 剩下鋼架 桃園客運休車場 3月初發生大火 一口氣燒毀7輛電動巴士 消防隊持續灌救難撲滅 也凸顯電動車火警 需要浪費更多水資源 那電動巴士因為它在搶救上 比一般的電動汽車的困難度更高 那像一般電動汽車搶救的水量 就必須要20噸左右的一個水量 由於車殼構造毅然再加上 鋰電池成分 一旦發生火災將消耗大量的水 去年光是一輛特斯拉 翻覆起火 就用上三四倍的水量灌救 消防局表示 以一台電動車為例 覆滅火市用20噸的水 相當於兩輛消防水箱車 或是303個66公升的大型水桶 更足以讓一家四口用水半個多月 電動巴士它的電池數量更高 所以它的搶救水量要更大 因此我們今天特地針對 所謂的車體結構 斷電程序 以及搶救上的注意事項 來進行訓練 水火不容 過程還要小心感電風險 必須切斷水源 才能降低觸電機會 桃園消防局 特別針對電動車活緊演練 不只針對電動車成長趨勢 也要在水情匱乏的季節 找出最有效的滅火之道 記者劉志展 彭新美 桃園報導 我是戴立剛 今天開始天氣齊了 日夜溫差很明顯 禮拜五開始 中午就是偏暖的天氣了 我們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外島地區溫度 依然比較偏冷 因為一個氣象的成功 不是靠我一個氣象主播 戴立剛 每天在中天為你說天氣 好 我看到Mika Hackinen來了 還有李正如 江琪謙 還有這個麒麟公子 歡迎大家來 讓我們感謝一下小丑魚的抖內 他說中天加油挺你 非常感謝你 還有更早之前達斯維達抖內 他說什麼愛護藻礁言論自由 聽說今天是愚人節 從民進黨當選的那天 我們哪一天博士再過愚人節 他說中天加油 小湯圓加油 好 非常感謝你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提醒大家了 等一下到了八點的時候 請大家一起轉到中天新聞頻道 我們的子評 持續的收看我們的成間新聞 那大家還是可以留在 現在小湯圓這邊 但是轉到我們中天新聞頻道 可以將您的觀看 直接轉成點閱數 對我們的營收才會有實質的幫助 也有機會衝進發燒榜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 今天要聊什麼 今天要聊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隻可愛的雞 好 雞在台灣並不少見 很多人都看到嘛 尤其但是大家看到的 應該都是那種活蹦亂跳 跑給你追的雞吧 不過你有看到睡到破乾的這個雞嗎 好 一名網友就分享了 這張雞在睡覺的照片 那家裡他養了一隻白雞 就窩在機車下方 緊閉雙眼睡得很香 但是以這樣奇特的睡姿啊 就這樣向前趴睡 其實大家有看過嗎 那原坡就表示 自己養的開光雞 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了 所以才會躲到 比較陰涼的地方 就是摩托車的車底下 但是他沒有想到的是 原來雞的睡覺姿勢 竟然除了窩成這樣縮成一團之外 還有這樣子直接倒在地上 等到網友就笑翻留言 原來雞睡覺是那麼的可愛 還有人說應該是醉雞吧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一位網友 買了一盒的炒麵 那不僅呢 麵裝得非常的滿 裡面呢 還有這個魷魚啊 蝦仁啊肉絲等等 各式的這個料理 那竟然只要40元 讓他就是忍不住 趕快來發文跟大家分享一下 網友就貴求了 到底在哪裡也想要買 要用呢 新台幣讓店家的炒麵下架 有網友就解答 這是在台南新化 曾經買過的網友也補充 我知道在哪裡我也超愛吃 是一個阿嬤在賣的哦 非常佛心哦 那北部的網友則是說 在台北可能這樣子哦 就要90到100元左右 好另外我們再來看到這個呢 一名仁夫啊 PO出了兩張照片 他半夜跑去買了一代老婆 最喜歡最愛吃的鹹酥雞 並且就拍照傳給人在越南的對方看 仁夫還用越南語來示愛說 愛你哦 但是沒想到老婆收到照片之後 先是回覆了一張兔子 縮在角落的貼圖哦 有沒有看到那接著 他連續回答 他說什麼 他說去死了 還有說 你知道我現在也很餓啊 那收到這個怨念十足的回答 原PO就忍不住開玩笑說 可惜我的心意 老婆似乎是沒有get到啦 是不是相當的有趣呢 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個行為就相當的離譜了 有外送員他PO出影片 他送餐到高雄的中山大學 女學生出來要領餐 竟然隨身攜帶空氣槍 那下一秒有沒有看到 婆侯出現了 就追著學生跑 要搶他們的食物 嚇得大家要趕緊丟掉餐點 落荒而逃 那想要取餐的時候 還要小心翼翼的左顧右盼 彷彿在演戲一樣 後面就是宿舍門口 一名女學生走出來 卻是小心翼翼神情緊張 慢慢走到外送員前 還不時東張西望 仔細看他 右手竟然握著一把空氣槍 下一秒後方女學生 手提便當 被兩隻猴子 一路狂追 撲上前 趕緊扔掉便當 落荒而逃 你們都有被搶過 我有 就是他們會從上來 然後圍住一圈 再看一次畫面 女學生取餐前 突然一群猴子圍上來 直到他手伸起來做事 要鳴槍 才把猴子給趕跑 這裡是高雄中山大學 有外送員送餐 錄下這段誇張影像 取餐竟然要帶槍 還得保密房碟 原來好多人都遇到 不只搶便當 甚至還有人拍到猴子 搶來鳳梨 搬到校門口的機車上 大塊朵衣 溫送員很有經驗 就怕送到這間大學 餐點被搶 這一趟就白跑了 車場裡還自備樹枝 看到學生的餐點 跟樹葉比起來 當然是餐點比較好吃 然後他當然會優先選擇 比較好吃的東西 聲風表示 新生入學前 都有先跟學生宣導 但明豪泛蘭校園 讓學生取個餐 還得像特務一樣 拿空氣槍自保實在 心好累 記者松沛成馬嘉瑜高雄報導 台灣有好多聰明的發明 而這些產品 正在改變很多人的生活 你還沒去上進度嗎 還是你沒有時間去挑貨呢 沒有關係 冬天直播 每個禮拜三 每個禮拜五下午 四點到五點 捲捲頭挑貨 我們先來感謝 這個是免疫肥宅的斗內 他說如果每一天 我們都被騙 愚人節會不會好一點 也許我們都忽略 互相欺騙美好的感覺 那如果哪一天 我們都發現 每天過的不是愚人節 那如果我們有自覺 就給彼此多一點時間 我們感謝你的斗內 還有我們還看到這個 Determination 還有鄭時文 Jekyll W Bob Chen Bob Chen也來 Bob Chen說 看到美高雄人人有槍 猴子都是搶劫犯 好我們非常大家都知道 這個彌猴真的是 遠離他們會比較安全一些 還有呢 我還看到Peter Tsai 還有呢 舒中佳 Jerrett Chen也都來了 好歡迎大家 那麼接下來 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我們要來關注 接什麼呢 把時間交給Roy了 好那麼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 30號是通過了 香港選制的修改 未來呢 無論是這個特首啦 特首的選舉委員會 或是這個立法會的候選人 都要通過資格審查 那麼先前呢 泛民派 較佔優勢的這個立法會 地方分區 直選席次呢 也從35席 大幅減少到了20席 所以呢 大大衝擊到了泛民派 未來參選 當選的機會 那麼北京修改 香港選制的隔天呢 也就是今天 美東時間的31號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呢 隨即就公布了 香港政策法年度報告 向美國國會認證 香港自治的情況 不符合美國法律下 特殊待遇 布林肯透過聲明是表示呢 過去一年來 大陸政府是持續破壞 香港高度自治 違背其在中英聯合聲明 與香港基本法下的義務 他特別點出了 大陸去年六月底 實施的港區國安法 嚴重損害了香港人民的權力 還有自由 布林肯也強調說呢 他致力於持續與美國國會 還有各國盟友的合作 要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 對抗大陸政府的 惡劣政策還有行徑 那麼美國國會呢 讓相關人士 為自身的這個作為 承擔來後果 那麼這個布林肯重申呢 美方會持續敦促北京 遵守國際義務承諾 他重申 美方會持續敦促北京 來這個遵守國際義務 停止破壞香港民主制度 自治還有法治 立即釋放所有 被以非正義方式拘禁的香港人民 還有撤銷相關告訴 並且尊重香港所有人民的人權 好 另外一個焦點要來看到 美國近期襲擊亞裔的事件平傳 那麼29號呢 有一名男子是在這個 紐約的大街上 對著一名65歲的亞裔婦人 又踹又打 還發表了反亞裔的言論 整個過程都被這個監視器給錄下來了 那麼警方是在今天的凌晨 逮捕到了這一名施暴的嫌犯 成為美國最新起反亞裔暴力事件 警方是在推特上頭發布了 這個逮捕嫌犯的消息 透露說這一名施暴男子是被控 仇恨犯罪還有攻擊重罪 那麼警方雖然第一時間 沒有公布這個嫌犯的姓名 不過美國媒體就有報導說 這個嫌犯是現年38歲的艾略特 還有媒體報導說 這名男子其實前科累累 曾經在2000年的時候 因為搶劫罪被捕 在2002年的時候 更在自己的住家裡頭 用刀刺殺自己的母親 所以被控謀殺罪入獄 遭判終身監禁 兩年前才獲准假釋 但沒有想到 如今又再度入獄了 根據紐約媒體報導說 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警方是呼籲社會大眾要協助 來辨識男子的身分 所以立刻就有眼尖的居民認出 這個男子他其實是當地的一名街友 並且帶著警察到附近有一間 安置街友的旅社 將他逮捕了 而至於這名被害的亞裔婦人 則是全身傷痕累累 包括他的骨盆都骨折了 不過他是已經被送醫治療 警方表示這名老婦人 目前狀況滿穩定的 還有來看到的是 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納瓦尼 他去年8月的時候 從莫斯科搭飛機 要前往西伯利亞的屠州 被人以神經毒素下毒 隨後是轉到了德國來治療 直到今年1月 才搭飛機又返回莫斯科 不過隨即在機場 被俄羅斯警方以違反假釋 條款為由逮捕 俄羅斯的法官上個月是判處納瓦尼 兩年半的徒刑 而且不久之後 就把他送往了流放地來服刑 那麼對此 昨天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 才指出了 可信情報表明 就是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官員 毒殺納瓦尼的 今天就立刻傳出了 遭到關押的納瓦尼是表示 他正在絕食抗疫 並且要持續到 他嚴重的背痛跟雙腿麻木的問題 獲得適當治療為止 今年44歲的納瓦尼是表示 他的右腿本來就有神經問題 他指控預防人員 拒絕給他適當的治療 只有給他吃止痛藥 卻沒有適當的診斷 那麼納瓦尼今天是 在他的Instagram上面寫到說 現在他還有背痛 也導致他的左腿失去了知覺 他表示說 他已經發動絕食抗疫了 要求當局要遵照法律 讓醫師獲准來探視他 納瓦尼還控訴說 他不但沒有獲得治療 還持續遭受睡眠剝奪等等的虐待 他在IG上頭還寫到 我有權要求醫師來看病 還有給我用藥 我的狀況已經讓我相當困擾了 那麼俄羅斯當局認為 納瓦尼是有潛逃的風險 疑似是用嚴格的方式來看管他 所以納瓦尼就投訴預防 這個守衛光是一個晚上 就會把他叫醒八次 就是要確保他還在牢房裡頭 好 另外要來關注到的是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今天是表示 原本他們駐派在大陸的記者 沙磊是已經調派到了台灣 沙磊是聲稱最近 北京當局對BBC展開了 猛烈的文宣攻勢 甚至針對他個人 所以讓他深感危險 所以選擇離開 那麼近年來有越來越多 外媒駐大陸的媒體記者 不堪北京當局壓力稅徹點 或是改派駐其他國家 那麼沙磊跟他的妻子 是最新一批離開的外國記者 大陸和BBC近來是交惡的 那麼大陸當局先前就批評 BBC指控北京侵犯新疆維吾爾族 人權的報導是毫無根據的 北京上個月更是進播了 BBC世界新聞頻道 而英國的通訊管理局 也在2月撤銷了大陸環球電視網 也就是CGTN的執照 又基於這個英國人 被迫認罪的影片 還有一些關於香港的報導 對CGTN除以22萬5000元英鎊 大約是880萬台幣的一個罰款 這些都讓BBC在大陸的壓力倍增 那麼這名記者沙磊 他是在2003年的時候就加入了BBC 2015年的時候被派駐到了上海 2018年前往了北京 那麼沙磊他最近接手了BBC節目的訪問時表示 過去的幾年因為他的報導 一直受到來自北京當局的壓力還有威脅 但近幾個月是越來越惡化了 在大陸政府控制的幾個平台上 不但BBC受到了活力全開的文宣攻擊 也針對了他個人 那麼沙磊說他們受到了威脅 會被採取法律的行動 想要在拍攝東西的時候 也受到了監控阻礙跟騷擾 所以最後他還有BBC都認為 繼續在北京住下去實在太危險了 雖然要離開讓他感到很難過 而且不捨 但是他也決定要落腳在台灣了 那麼他也透露說 這個便衣警察是一路跟著他到了機場 直到他登機 那麼在北京當記者的一個冷酷現實 也充分顯現到了他在北京的最後一刻 英國外交部就表示了 對於大陸缺乏媒體自由以及這個環境 媒體的環境惡化是深感關切 將會持續和北京來商討相關的議題 那麼另外法國駐印度大使館今天是表示 法國的海軍聖女貞德戰鬥群 是已經抵達了印度洋 將會參加四月初在孟加拉灣 與這個四方安全對話這四國的聯合軍演 之後會兩度穿越南海 法國駐印度大使館的聲明說了 在法國和印度海軍的長期合作的背景之下 法國海軍直升機的航艦托納爾號 跟蘇爾庫夫號 巡防艦組成的這個聖女貞德戰鬥群 會從4月1號在印度的 克勒拉省的科之港停泊之後 會航向孟加拉灣 參加這個由法國領導的 拉佩魯斯聯合軍演 在聲明當中指出了 這個拉佩魯斯軍演 將會從4月7號開始 聚集了有法國 印度 還有澳洲 日本和美國的海軍會一起參加 那麼這也是這個四方安全對話 所有的成員國第一次全員參加這項 由法國主導的聯合軍演 在大陸不斷在這個東海 南海 還有中印邊境 採取挑釁的軍事行動背景之下 這一場聯合軍演備受各界矚目 拉佩魯斯的聯合軍演結束之後 印度 澳洲跟這個法國的外交部長 還將會在4月13到15這段期間 會在新德里舉行三邊的會談 要強化這三國的關係 來因應大陸擴張 引發這個印太局勢的一個緊張 那麼大陸和俄羅斯 其實在2015年的時候 就在地中海舉行了聯合軍演 在這之後越來越多 歐洲的國家警惕大陸的 軍事擴張活動 尤其是大陸在印太地區 採取了條性的軍事行動之後 法國 德國等國家 就更加重視印太安全的問題了 所以紛紛強化跟印度之間的 一個軍事合作 希望可以一起來對抗大陸的威脅 支持中天三步驟 看完影片記得在影片下方 按讚或留言 幫底下正面留言按讚 分享給所有好朋友們 每支影片做完三步驟 就會讓中天更強大 我們先感謝葉大雄的抖內 你好像抖內的一根熱口 是要給我們吃的嗎 好 非常感謝你 那接下來呢 主播日常要來介紹什麼 好 昨天大家都在猜 他到底是誰 因為我又把他用那個公雞的頭 擋住了嘛 因為他那時候頭抬比較高 有點正面 我不想讓大家知道 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這張因為他頭比較低一些 所以大家應該看不太出來吧 但是呢 我看到有人說什麼 是送中雞嗎 然後那個雞是用公雞的雞 還有人說是男朋友嗎 好 不是啦 這是我的哥哥好嗎 看到那個雞頭 就要想到就是我哥 因為我哥屬雞 我放他的話 一定都會放個雞頭 在上面給大家看 那其實呢 這一個就是昨天我們 拔三星蔥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們拔完蔥之後 可以進去做 這個叫做蔥派 因為它跟蔥的餅比起來 它是比較厚一些 而且它是用捲的 它是捲的一個像 蝸牛的形狀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我們做完之後呢 好 拿去煎它之後的成果 那其實我們做的時候 除了麵團是他們店家 已經幫我們弄好之外 剩下全部都是我們 自己親手要來製作的 包括呢就是擀麵團啊 還有呢就是 你包了三星蔥之後 你要把它甩… 把它甩得很長 然後在那邊用擀麵棍 在那邊量它的長度什麼的 然後呢之後就是要捲起來 那捲起來的時候 中間是要留一個洞的 因為不然它熱的時候 它膨脹 可能就是你的蔥就會 然後就爆出來了 所以就是一定要留那個洞 就是確保說呢 它放進去加熱啊 去煎的時候 它是不會爆開的 那其實做好就是這樣子喔 那其實呢 你想要多少蔥 你就可以自己多放 或是你不想要吃那麼多蔥 你就可以少放 這些都是可以自己決定的 那其實這個做出來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我覺得比蔥油餅還要好吃喔 所以呢 好 剛剛葉大雄抖內熱狗嘛 但是我更想再吃一次這個蔥派喔 但是還是感謝大家的抖內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呢 是四天啊 清明連假 明天就要開跑了 大家有要出門晚嗎 還是呢也要在中天陪著小湯圓 還有我們剩下的主播呢 好 就現在就預估啦 明天連假首日啊 國道會最擁塞 那全天交通量 一百二十二百萬公里 就百萬車公里 只比有春節大年初一的車流量 那高空局就公布了好走的時段 建議西部國道南下 可以利用下午一點之後 國五南下等到傍晚五點之後 那西部國道北上要趁中午之前 國五北上提早到至少早上十點之前 就出發有助於避開塞車 另外疫情指揮中心 就怕掃墓還有景點人潮 再次的爆滿是提醒民眾 八大類的場所務必要戴上口罩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另外啊 北市的旅遊警示燈號 也會再次啟動 希望民眾出遊 可以避開人潮擁擠場所 清明連假馬上就要到來 掃墓出遊車潮 恐怕會把高速公路全塞爆 高空局預估 國道交通量 廉價第一天可能來到122百萬車公里 是平時的1.4倍 地雷路段包括國一南向 楊梅到新竹 彰化到蒲岩 北向圓山到大華都可能大塞車 國三南向兩個路段中午前也將走走停停 至於國五南向南港系統到平林 預估將從凌晨4點一路塞到下午4點鐘 狂塞12小時 另外蘇花路郎可能從凌晨2點一路狂塞15小時 就怕各大旅遊景點擠滿人潮釀成防疫破口 指揮中心也再次提醒廉價防疫措施 請大家也不要掉以輕心 所以也是要立行我們的防疫的新生活 那八大類的處所還是要戴好口罩 為了因應這波清明旅遊潮北市官船局 建置的台北旅遊警示燈號也將再次啟動 通過紅燈黃燈綠燈顯示 北市19個熱門景點的人潮及時資訊 已經跟各縣市的地方政府 祭拜的部分要做一些管制 那交通曝光局或是相關的風景區 都是維持過去的這樣的一個總量的管理的方法 清明廉價出遊前不只要注意路況 更要隨時查詢各地人潮狀況 避免人潮擁塞場所才能安心旅遊 記者陳正茂曹正人 SNG小組台北怎麼到 接下來我們看到基隆捷運該怎麼走 交通部日前是拋出了台鐵積結共存的方案 路線經費營運模式都還有待評估 交通部長林佳龍接受平面媒體採訪的時候 就表示兩套系統並存技術上可行 基隆河谷的路廊有限 那兩者會有一段路線是重複的 但是基階過了八度之後 路線可以到達有需求 但是交通不便的地區服務更多的旅客 那丁佳龍是首度的表態支持共存方案 另外我們要來提醒 這個大學考招新制111學年度 要正式的起跑實施了 教育部昨天是表示 學測將從五科六節改為六科七節 那考試時間從原本的兩天改為三天 那另外原本每年固定在7月1號到3號 舉行的大學指考將改為分科測驗 所以考科從10科是改為7科 考試時間也從三天調整為兩天 那會在7月下旬辦理 所以學生要特別的注意 好 另外來提醒大家咯 哎呀 有沒有看到是我們的沙沙主播 等一下八點跟著我們沙沙主播 一起到紫屏去喔 大家要搞清楚了 這位沙沙不是鯊魚的沙的那個沙 好 大家要記得 等一下轉到紫屏應該都還記得怎麼轉吧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來教大家一下 其實聊天室這邊有一個圖丁 大家都很熟悉 點下來之後應該是第二個連結 就是我們中天新聞的頻道 大家點下去之後 其實就可以到我們的紫屏 但是我剛瞄到斗內 我就不點進去了 那到紫屏之後 大家就要在那裡 因為沙沙主播會在紫屏 等待所有人繼續的跟她互動 所以想要跟沙沙主播互動 要記得要轉到我們的紫屏去 但是不是現在 現在還不要離開小湯園 然後我們就來感謝這個是SYCHN 好 我記得你 因為你的名字我念不出來 我只能拼出來 好 她說本家湯圓早 好 你也早安 歡迎你來 然後阿斌也來了 李承泉 朱寶寶 羅生陽 晴天霹綠都還在 希望大家都不要走 等一下要陪伴我們的沙沙主播 她已經在旁邊standby了 我已經看到她了 還有洗澡廳中天也來了 還有張萬鈞說11點見 沒有錯 因為小湯圓今天還要播11點 所以大家要記得一直留在我們中天 然後我們還看到這個是 吳春藝哈雷騎士說一定轉 大家記得轉過去之後要先按讚 按讚之後你們再跳到我們的子屏裡面 再來跟大家繼續的聊天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 首批底台的116500劑的AZ疫苗 3月22號開打 但是至今只有12605人接種 速度是不如預期 所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天就宣布了下個禮拜二 擴大開放職業登記醫事人員 醫療院所非醫事人員 集中檢疫所的人員 這樣大概是22.5萬人可以來接種 等於就是低順位的醫事人員 通通都開放 但是我們台灣到現在還是買不到BNT疫苗 只買到風瓶最差的AZ 到底是為什麼 名嘴陳輝文就痛批蔡政府 把疫苗問題給政治化了 AZ疫苗在全世界狀況百出 但台灣就是買不到好疫苗 名嘴炮轟 全世界風瓶最好的就是輝瑞 然後你輝瑞買不到 蔡政府誰要負責 還是說都不用負責 買不到就算了 全世界風瓶最差的就是AZ 結果我們手上都是AZ 買不到好疫苗 陳時中影射大陸打壓 但立委追問他又將助答不出 名嘴掀出陳時中講過的話 一肚子祸 有人希望台灣不要太高興 你就不要再問了 你看陳時中說多少消息 陳部長這都你說的 怎麼說你說的都對 我說的都知道 誰在操作這個東西 你一路影射大陸在施壓 誰把疫苗政治化 疫苗政策一塌糊塗 陳時中網路聲量不斷飆高 陳輝文諷刺 這種部長大才小用 其實我覺得網路聲量贏那麼多 應該選總統 哪有什麼網路聲量那麼高 去選雙北市長的 太好笑了 民調比總統還高 你們叫他選市長 你們到底有沒有邏輯 他很快 快快快快 叫他出來選 疫苗一手好牌 被蔡政府打爛 陳輝文仲轟 民進黨還用大內宣 把百姓當傻蛋 從疫苗到外交 蔡政府含好含滿的大內宣 隨時間一一被戳破 手腳也慢慢被百姓看破 接著減紅器李玄台北報導